在刘兰芳的评书《杨家将》中,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杨家将的死对头,她就是辽国的萧太后,那位萧太后实际上是当时辽国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,军事家,极具才能,历史上,杨业和儿子的确死在了宋太宗对辽发起的雍西北伐战争中,萧太后本名萧硕,953年到1009年,小名燕燕,故也称她为萧燕燕,她家原姓把李氏, 后被耶律阿宝基次性萧氏,萧绰出生于高干家庭,她的父亲萧斯温是辽国四朝辽太宗,辽世宗,辽木宗,辽景宗元老,拥立了辽景宗,萧绰丈夫登基,可谓权亲一时,母亲是燕国大长公主,也是辽木宗的子子,高贵的出身加上个人的聪明伶俐,使萧绰从小就表现出很多与一般女孩的不同之处, 据说,有一次,萧绰的几个姐妹一起干家务活,几个姐妹草草就收场了,唯独她一直都在仔细打造,家具收拾得整整齐齐,萧斯温常常用表扬的眼光称赞说, 此女必成大事,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公元969年2月,辽木宗打猎中被侍卫刺杀,随行的萧斯温封锁消息, 并协助与自己关系要好的辽世宗耶律软次子耶律贤登上皇位,是为辽景宗, 协用力之功,萧斯温自然加官进绝,女儿萧绰也得以入宫为妃,几个月后便被正式册封为皇后, 不过,仅一年之后,萧绰的父亲就被政敌高勋和女李河谋派人刺杀了, 父亲之死使年仅17岁的萧绰迅速成熟起来,他开始发挥自己当家管事的才能, 协助体弱多病的辽景宗治理国家,在辽景宗的默许下, 萧绰逐渐成为辽国一切日常政务的独立裁决者,重要军国大事, 则由他召集各族大臣贡商,最后综合各方意见做出决定, 公元982年9月,35岁的辽景宗在打猎途中并死, 他留下一兆让自己和萧绰生的大儿子, 12岁的梁王耶律董旭四位,且军国大事听皇后命, 这129岁的萧绰就成了辽国实际的最高统治者, 守寡的萧绰,充分发挥了女人已经笼络人心的专长, 他在大臣耶律协诊和喊得让面前流着眼泪说, 母寡子若,祖属雄枪,边防未尽, 奈何,几位重臣上前安慰并发下重誓说, 信任臣等,何律之有,于是, 萧绰将耶律修割安排在南京京北京留守, 总管南面军事,加强边防, 任命取了萧绰侄女的耶律协诊为北院书密室, 管理内政事务尤其是严管贵族, 并采纳南院书密使韩得让的建议, 对宗室亲王颁布命令诸王归帝, 不得思乡宴会, 使他们失去兵权, 解决了内部夺位的一大隐忧, 相传萧绰与韩得让自幼有婚约, 在辽景宗去世后不久, 聪明的萧绰就发现当年的有缘人, 现在已经成为很有才干的人才, 可以做自己倚靠的笔宝, 甚至还有传言说, 萧绰曾私下对韩得让说, 我曾许配给你, 怨邪就好, 而当国的幼主也就是你的儿子了, 据说, 萧绰还派人秘密毒杀了韩得让的妻子, 圣宗也把韩得让施作自己的父亲侍奉, 此后萧绰任命韩得让总领进军, 负责京师素卫, 此后韩得让出入公帐, 与萧绰情同夫妻, 两人出则同车, 入则共帐, 就连接见外国使臣的时候都不必记, 统合六年九月的一天, 萧绰一反从前在皇宫中宴请皇亲仲臣的惯例, 在韩得让的仗事中摆下宴席, 宴请群臣, 后家赏祭, 兵命仲臣分棚双路已尽还, 相当于举办了他和韩得让的婚宴, 进一步公开了二人的关系, 此后韩得让逐渐成为辽国权力最大的实权人物, 并被萧绰赐姓耶律氏改名耶律龙韵封敬王, 见文中王府, 使韩家完成了由皇族加奴向皇族的华丽转身, 这二位夫妻搭档在辽国虽一手遮天, 但所作所为基本都是为了国家利益, 他们在国内搞改革, 对国外进行征伐, 历史上这俩人配合最默契的一次行动, 就是公元1004年对北宋的南征, 虽没有达到战略目标, 却迫使北宋签订了产渊之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, 当然, 萧绰和韩得让为了巩固权力, 也以铁弯手段残杀了很多政敌, 被后人诟病,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, 公元1009年, 萧绰为儿子耶律龙旭举行了契丹传统的猜测里, 将黄泉交还给耶律龙旭, 结束了四十余年的摄政生涯, 计划到南京县北京去安享晚年, 但却因病死在了途中, 终年57岁, 萧绰的死对韩得让打击很大, 从此韩得让郁郁寡欢, 在萧绰死后第三年公元1011年, 71岁的韩得让也语是长辞, 辽圣宗耶律龙旭将韩得让葬在了萧绰的陵墓旁边, 另一边则葬着萧绰的潜伏辽景宗, 成为非常罕见的一种墓葬安排, 纵观萧太后一生, 她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, 即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幸福美满的爱情, 又获得了尔孙的孝敬, 人生疏欲如此, 还有什么可求的呢? 萧太后能够得到这些疏欲与其天使运势不无关系, 但更离不开其个人高超的智谋和鲸鱼谋划的头脑, 当然还离不开辽景宗, 韩得让辽圣宗三个男人的大力支持, 萧绰的生前身后都是精彩的, 他与前夫相处和谐, 与情人爱得轰轰烈烈, 与儿子做到了母词子孝, 他的一生不得不令人羡慕, 萧太后能够得到母词子孝,